Ti的IQ Math 各位同學,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將介紹 TI 的IQ Math IQ Math是什麼呢?我們來看一下 IQ有他們自己的定義方式 它的分數表示法就像這樣格式來看 一個 32-bit 的資料 它第一个是符号位元 剩下的是整数位元 接下来是Mantisa 分数的部分 那它这个bit数量 几个bit当整数部分 几个bit当分数部分 你可以自己设定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设定 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计算出这个数值是多少 那举个例子来说 在I8Q12这样的格式 代表用8个bit的整数 还有24bit的分数的话 我们表示 如果这是这个数值的话 用I8Q24 这个数值用I824来表示的话 我们把它写成二进位 是这个数值嘛 然后它是8bit的整数部分 24bit的分数部分就写成这样 这带刚才的公式我们可以计算 原来这个数值怎么样 在I8Q24的格式下 它就是代表65.125 好那IQ格式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优点是说 对所有数字来说 它精度都是一样 不像I8E754一样 它的数线它是非均匀的 但是对IQ的格式 它的解析度都是一样大 不管是你在什么位置 在什么地方 不过因为靠近零的地方 它精度比较高 或是远离零的时候 精度比较低 不会 那它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说它与敷点数表示起来 它动态范围比较小 就看你用几个bit去表示 那这边看到说 IQ754的它的数线 正乎穷大到负乎穷大 我们刚才提到 它的靠近零的地方 它的精度比较高 它远离零的地方 它的精度比较低 这是754的数线 那IQ的数线它是均匀的 那至于说它能不能表示到 正乎穷大跟负乎穷大 当然不可能 它能表示动态范围 去根据它用几个bit来表示 所以它每个间隔都是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用传统的Q格式来计算 这个公式 Y等于MS加B 那我们知道 记忆体里面存的一个变数叫做 叫做M还有X加B 那我们要计算这个公式 然后把这个最后算出来的值 放回记忆体 Y里面来 然后在电脑里面怎么算呢 在DSP里面怎么算呢 首先我们会把这两个 M乘上X相乘嘛 因为它都是32bit 它分数部分有24个24个 所以分数部分应该怎么样 扩展成48个 那整数部分呢 变成16个 好 然后当M乘上X之后 你要加B 那B这时候只有32bit嘛 对不对 而且它小数点是怎么样 点在这个地方 后面有24bit的分数 但是你乘完之后 却有48个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它的小数点的位置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这两个相加 你就不能相加 因为它小数点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B 先往前怎么样 推 推到怎么样 它的分数部分也是有 48个bit 然后再怎么样 把这个相乘 M跟S相乘的结果 再跟这个B已经 进过对齐之后的结果相加 加出来值 等于这个东西嘛 64bit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必须把64bit再放回 原本的32bit里面 怎么放呢 我们就怎么样 再往右推 因为它分数部分是24bit 再往右推24bit 变成这个东西 最后怎么样 再把它存 小数点点在这个地方 这边24bit把它存回去 所以基本上我们刚才讲说 这边先推过去 然后就推回去的过程 在做小数点的移动的时候 我们把它用C来表示的话 就写成这样 原本M跟S 先把它扩展到64bit里面去 因为这个东西相乘是会是64bit嘛 所以直接先把它存成16bit 相乘完之后 B怎么样 要先位移24bit 位移这个Q 因为Q有24个分数嘛 24bit分数 然后加起来 加完之后怎么样 再把它推回去 才能存到记忆里面去 所以你在Program的时候 你常常要这样 移动小数点 推来推去的 会有这个问题 那现在IQ来做的话 它做法是怎么样 它做法是不太一样 一样有MS加B等于Y 所以它把这两个相乘 一样得到64bit 但是怎么样 它不是把B往左推 而是它把MS的结果往右推 让它满足它的分数部分 还是24bit 然后怎么样 再跟B相加 因为它是24bit的分数 它还是24bit的分数 所以可以直接相加 加完之后 直接就怎么样 可以存回去 记忆体里面去这样 所以 这是IQ的方式 所以它写成C的话 就很简单 M乘上X 乘完之后怎么样 往右推 推24bit的 再加上B 再存回记忆体里面去 就得到我们Y的结果 这是IQ的方式 那IQ Math 它的乘法运算的话 例如说我们刚才讲 M乘上S 加B 得到Y 是这个公式嘛 它把这样的乘法 这样的位移的方式 这些推 往这边推Qbit的格式 它把它写成一个Library 就是Underscore IQ MX 等于说它把它重新定义 这样的计算符号 变成这个符号 所以以后你只要写这个符号 就代表这两个数字 相乘 那之后它把这式子 再简化 写成这样 所以它写韩式库 可以让你很方便 只要写这么简单的式子 你就可以做刚才 刚才这样的运算 然后它之后 它编译器 支援这样的格 这样的指令 一旦你看到这指令 它自动会产生 它的组合语言 它组合语言就是 做我们刚才图形上 所提到的 位移的动作 它把它写成组合语言 等于说你程式设计者 它就不用写这么复杂 把那个小数点推来推去 它直接只要写 写这个指令 它内部编译器就帮你 编译这样 那IQ的方法跟其他方法的比较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这个符点的方式 是这样写 对不对 那传统定点的方式 就是必须写成这样 定点数的运算 我们之前讲过嘛 推过来 加完之后再推回去 那IQ的方式呢 就可以很简单写 由它们自己定义的韩式库 你只要很简单的写 那更进一步怎么样 它们提供C++ 你直接怎么样 看到这个 只要你这个M跟X是定义的IQ格式 它这个看到乘法符号 它是怎么样 Override 它直接怎么样 就知道是这个东西 所以等于说它提供一个很好的Library 它的方式很容易易读 好 那IQ Max 它也可以在程式里面定义这个变数 例如说这是个 32bit的数字 那后面怎么样 你几个分数 可以用这个 几个bit分数 可以用这个变数来表示 Global IQ Max 代表用18个bit的分数来表示 好 你也可以指定Q 或是说你可以写成这样 IQ 20 就代表20个bit 这都是20bit的分数 来表示 IQ Max 它也提供一些 定点和浮点的相容性 例如说你在做这个印算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在程式码里面可以Define 如果你的 你的数学的形态是 IQ Max 或是Floating Point 比如说你上面的东西不用改 你可以在下面定义这个符号之后 它变异器自动会转换成 如果是 IQ Max的格式的话 它会自动转换成怎么样 执行到定点的DSP 如果这DSP已经是支援浮点的话 你直接把这个 数学形式直接定义成Float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东西 直接用Float再做 所以它的变异器自动会把 当你定义IQ Max 它就帮你转成IQ Max的 程式码 然后就是怎么样 可以download到定点的DSP中 所以IQ Max运算 也有一个对应的浮点 一个对应的浮点 可以download到浮点的DSP中 然后IQ Max 它提供了韩式库 那韩式库也对应这个浮点运算 例如说 我们有一些运算 例如说Constant 或是乘法 或是除法 加-- 不理因素 这些等等 三角函数 这是浮点的运算 的符号 那这是IQ的符号 大部分IQ的 韩式库都前面加一个 underscore IQ 这个字 来区别说它是IQ的library 所以它都有支援 一些floating point的 韩式 数据运算 那这是另外一个 一些其他的一些 运算它都有对应的 对应浮点的运算 所以只要你用浮点的 你用IQ来做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这样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里面 我们介绍了TI的IQ Math 然后这个IQ Math 它提供一些library 让你可以很轻松的将浮点的程式 转到定点格式计算 所以你在程式部分 只要做很简单的修改 不需要像传统一样 浮点跟定点的程式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想TI这样的方式可以非常快 加速我们程式设计者 它的时间 我想它的好处是这样的